大家好啊 欢迎收看每天早上七点钟 齐鸣为大家准备的盘前板块分析啊 例行还是看五大指数啊 首先看上阵五零指数啊 上阵五零指数呢 走到这儿 实际它走的是最弱的啊 你看下跌反弹横盘下跌 所以说现在什么都不能说明 这里面主要是谁呢 你看银行不动 另外白酒呢 表现的也不强 对于啊 就是这个这两天 所以说他们怎么看呢 是这个啊 待会我们来分一分银行 还有白酒啊 很显然呢 护身三百的要强于上阵五零指数 并且呢 已经进入到了多头市场 是吧 应该是从事生事的这样 你看看起来 还是会延续这种上阵的走势啊 大家注意看 小周期呢 也是连续上行的啊 所以说护身三百的要强一些啊 另外呢 我们说这个创业版五零 创业版五零指数呢 要弱于创业版指数 大家发现 但是它也是延续一段反弹啊 创业版指数呢 是放量反弹 它这个创业版五零呢 这个量就不是太明显 就是呢 有些呢 创业版五零的大家伙呢 拖累了指数 这一点必须要清楚 所以说呢 创业版内部是有分化的 那么我们感觉呢 有一些 个股呢 走势并不是那么强 但是呢 强的也很多啊 这个是创业版 这个呢 这很明显的 科创业版五零指数 这就是维持一个强势 在这个地方呢 实际 科创业版五零指数 我记得我们在这个区域 下去不断地说 说它这个呢 是一个 什么历史性的机会 对吧 现在仍然是历史性机会的初期 大家这是初期啊 那么有的呢 那就坚定一点信心啊 没有的呢 那么就在小周期上 注意看看有没有机会啊 那我们看这个中正五百呢 很显然也盘出来了 是不是 都进入到了多头市场 这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野行 野行呢 这个地方也有小幅的放量 也有小幅 也有小幅的放量 但是呢 走的太平荣了 是不是 三十分钟呢 刚刚要爬上趋势线 刚刚要爬上趋势线 并且 在实际两个市呢 成价量是明显放大 但是它并没有放大 现在我们看看它的日线 日线呢 这还是改风头市场 还在受二零线的反压 所以说它没有表现 再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白酒 这个白酒呢 很明显 木位都放大一点 你看 这线是什么 这线 不太好的 先叫墓碑线 然后又收个十字星啊 有可能呢 小周期生有整股 继续整股的要求 另外这就会连续反弹之后 看看它下一步 采取什么样的对色 当然了 我们说从三层从走势图上看呢 这个是回调的一笔 并无法断定它是卖出的信号 但现在来看呢 从这个大方向看 这个更像是反弹了 我们看一只几只长的啊 再来看看这个远劲 这个远劲呢 是连续拉大阳线啊 高速不胜寒呢 有的呢 那当然了 它没有卖出信号 但是已经进入到了加速阶段 加速阶段能不能呢 可以 但是加速阶段随时有可能掉头向下 或者是震荡筑顶啊 芯片呢 还有这个芯片和半导体呢 它俩是一样的 实际它你要给它缩小呢 它还是在上升的初期啊 那么我们说这种东西呢 低位的你就安心一点就可以了 高位的呢 我们说在这已经高抛了 高抛之后再等着 有没有小周期回补的机会 现在呢 盲目追高都是不可取的 还有包括我们说这个计算机也是一样的 再有呢 我们看看这个证券 证券的今天上午呢 大家就是上午的时候啊 说这个地方 它出现的是分时上的上涨的定势啊 然后呢 三分钟的成交量 大家注意三分钟成交量是这个成交量 明显配合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进场信号啊 另外来讲 大家看一看啊 这个盘中的时候呢 我明确说了 我明确说了 是不是 我说呢 那这个是机会啊 应该是确定性的 看这个地方的成交量 并且这颗阳性 这地方要即将上传零流 并且穿越了六零线 而现在这个地方的成交量 你跟这个阶段性的大量 除了这个地方 大家看 所以说呢应该 券商应该是一个创新高的行情 就是创新这个的新高的行情 另外呢 大家看这个60分钟的调整也是下跌 盘整 再下跌 再反弹 再双底 形成啊 这么个特色啊 所以说大家这个呢 看高一线啊 当然了 这个东西呢 后面可能也有震荡 也会有震荡啊 第一位置已经错过了 那第二的位置自己想花 在小周期上做一下回补 科上王五零指数就不说了 刚刚说完了啊 这个大家 实际房地产呢 这个你看有点小小的要放大 但是它是在空头市场 看这种空头市场的走势呢 只能并以为反弹 大家就 刚刚 但他这个呢 三十分钟也有 也有点发量 回到了三十分钟的趋势线上方 但是呢 这种不确定性很大 大家说 就是这个低点呢 有待于确议 你用这个 如果呢 大家一定要想参与的话 那么这个的阳线 作为它的阵地就可以了 我用这个放量的阳线啊 也就是今天 周一上午的 十点钟的这个阳线 可以作为它的防守阵地啊 稀土呢 做了一个貌似于这种小底的形态啊 小底有形成的这种可能 但是成交量没有明显的变化啊 小分时的走势上呢 也还可以啊 到尾盘越涨越高 虽然涨幅不大 但这是个小底形态 恐怕这种反弹呢 还将延续 这种反弹能不能延续成反转 也就是说呢 它的长速呢 还有什么其他呢 都要有配合 都有配合的才好 是不是这样啊 是这样的 军工呢就比较尴尬啊 实际军工的上涨呢 它是有些时候它不需要成交量 就是这样呢 它也可能也会涨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啊 它现在是在空头市场 那么空头市场受视于 二零线六零线 还有这个实际线 都是反压的 因为我们看的三分钟呢 你看没有明显的放量 并且呢 过短期趋势呢 也短期趋势还这么往下压呢 就是它是最不确定性的 所以说我军工的这东西 还得看一看 基建呢 我们认为大家注意 基建是在前期高点上方站住 能不能住个底下 也有可能 并且基建 是明显的成交量放大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要注意它的小周期回撤之后的机会 看看能不能站住 然后再采取一个什么动作 先不着急 我们说后边呢 这颗大量过去的时候 假如说整理 再过缩量过 那么也是好现象 嗯 这个养殖呢 我认为这个是个跳空并排羊 跳空并排羊呢 并且占到了所有的中短肌均线的上方 看应该是更加乐观一点啊 如果从这个缩小看呢 你看低点实际是在开高的 你看这个收敛形态的末端 很有可能形成突破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看几个跌的啊 这个医疗呢 还好的是在这个低点上方 重心呢也没有明显的下降 所以说医疗呢可能 呃可能背不住还有这么样的一笔啊 但是从这个 反弹的判断上呢 它不应该是结束在这边 能不能住个日线的双地 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但是在亚洲其上呢 它回落到这个现象了 是不是 你看这个地方呢 是明显的 做反弹 是不是 然后逢低息 等着 如果把这个低点要跌破了 那么这个地好像就重新入了 我们说这里面呢 生物之药呢 走的 照医疗就要弱一些了啊 那么这个呢 创新药更弱 创新药呢 基本是创了心低了 那么如果从创新药这个角度来看呢 恐怕医疗跟医药不是太乐观 是不是 因为它你看 这个重心明显是下瘾 你给它放大一点 今天基本上创了收盘价的心低 估计呢 假如说明天呢 再往下一打呢 或者是 早盘的一再往一打 这个是要够呛 是不是 要多少强一点点啊 总体上看吧 当前盘面的机会还是有的啊 但是呢 弱的东西也不少 所以说呢 还是一个结构性 关于行业指数的板块呢 把行业指数呢 其他的行业指数呢 我们就不做判断了 我们留在10点20 我们直播的时候 我们解读行业板块啊 大家再见啊